恩典365 祝福您我们一起要在今天 享受神荣耀的恩典 在我们这一段时间读约书雅记 我总觉得 上帝的祝福真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那些祝福终究会成就 好像到了约书雅记 到了最后的段落的时候 进入了21章22章23章 你就看到 真的一件一件神的应许都实现了 我要读一段经文给你听 在21章的43节说 这样耶和华将从前 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权地 就都赐给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就得地为业 住在其中 从前 这个从前到底是多久之前 其实很久耶 从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的时代 就领受那个应许 你还记得吗 神带亚伯拉罕出来说 你向东南西北观看 所以你看到的地方 我都赐你为业 那个时候 那些地方根本不是亚伯拉罕 是别人的 是住在迦南地的别人 神说你看到的我都给你 然后呢 一步步成就了吗 好像有一点点去得 一点点去得 然而到了雅各 到了约瑟的时代 又跑到埃及去 好像我们好不容易得到的一点 又全是没有了 然后在埃及一待就是四百年 四百年之后 出埃及 要进去得地为业到应许之地 到了旷野那里又进不去了 又在旷野再三的周折 周折了许久 终于又过了四十年之后 过了约旦河 开始一站一站去得地 这又是一个过程 但是你看看这样算下来 真的是好久的时间 从亚伯拉罕开始领受应许到现在 真的是好长的时间 从圣经来看是 从创世纪就开始讲起了 创出立民生书 已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 但是从前的应许 不因为时间的耽搁 神的应许就算了 祂是信实的主 祂说话算话 祂说给一定给 而这中间是神担言吗 其实很多的时候是人担言 是人自己拖延了 神应许的实现 不是神不信实 是人一直在那里拖延 拖延 中间有很多人犯的错误 中间有很多人的自己的主张 要这样做要那样做 但是不论人如何 人做对还是做错 我觉得在这段经文里面 让我们看见一件事 神是信实的 祂一切的应许 在基督耶稣里都是阿们 都是是的 都是会成就的 这是多大的一个盼望 你也正在等候吗 你觉得神曾经 透过圣经 透过信息 透过圣灵 有一些感动在你的心中 是祂应许要给你成就的 我们中间有人 你好期待我的全家归主 我们中间有人 你好期待 要在你所服侍的世上 看见神的荣耀 但是好像 这么长一段时间 怎么 什么也没有看见 或者 有的时候 好像要成就了 一转弯 又没有了 好像 在约瑟的时代 已经走了那么几代了 有些东西好像要得着了 又又到埃及去了 又又没有了 但是我要告诉你 主是信实的主 祂说话算话 祂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 即使人担言了 即使你我犯错 担言了神的工作 神永远是信实的 祂的应许必然实现 从前的应许 若干年后 神仍然成就 我们一起祷告 主要我特别要为 今天在网路前面 在所有跟我们一起祷告 一起领受这篇信息的朋友们 主要为他们祷告 在我们所等候的事上 求你透过这段经文 重新挑望我们知道说 神是信实的神 祂是说话算话的 祂怎么说 事情必定怎么成就 重新让我们有一个信心 带着信心 等候未见之事的确据 所望之事的实现 求主帮助我们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所望之事的实底 那个实底是实现 你所盼望的事情会实现 因为应许的是信实的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